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人民保姆热心住民,也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之。 一、一名家住前镇区二胜路,行动不太方便的80岁孙姓老婆婆, 昨中午推驻推车想不行去附近看病, 却迷途足足走了七个多小时,长达五公里,一路走到新兴区民生路, 还数度卡在路中间,急急可危,还好有民众见状好心报警, 五福二路派出所远警获报赶底,得知老婆婆迷路, 前翠开车护送她返家,结束这场迷途惊魂记, 昨、21日晚间七时许,新兴分局五福二路派出所接获报案, 有老妇人在民生,中校路口需要协助,巡逻警组张洪达, 陈红军立刻赶到现场,据现场两个热心民众告知, 有一个老婆婆推驻推车徒步缓慢行走, 一度在大马路口变灯后还卡在路中, 好像有点危险但老奶奶又不接受协助, 所以才报警,警员陈红军了解后立刻在附近搜寻妇人身影, 没多久就在两个路口外找到推车的妇人, 并询问妇人需不需要协助,孙姓妇人, 八十岁,称自己中午过后从家里, 前阵区二圣医院附近, 想走路到寄机馆附近看医生, 结果不晓得为什么迷路而走到美丽岛站, 现在只想要回家。 警员了解后便热心表示要宰老婆婆一程, 并安全护送孙姓妇人回家。 老婆婆到家后因住在公寓三楼, 没有电梯, 老妇人原本要爬上去叫自己的儿子下来帮忙搬他的推车, 警员陈红军一听便马上帮忙把推车扛到三楼, 一路护送至家门口, 老婆婆进家门前向警员说了一声谢谢, 感激之意尽在不言中。